来,你再做个大事 来,你再做个大事 好,收回 收回来,你看 不管是出去还是回来 我讲过嘛,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练武术 它是有一个情境的 你的动作 它有一个情境在 你要抓到那个情境 所以它不是 它不是单纯肢体的 活动 就算你是在练 气功,做体操可能没有 情境 做体操可能没情境 练气功也应该有情境 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情境 所以 我们这个拳打出去 打出去,我要收回来 我要收回来,当然不是因为 我 不是因为我要收回来 第一个是别人在这边攻击我 第二个是别人在这边攻击我 第二个是别人在这边攻击我 所以我这个打出去 我的收回来是 我的收回来是 是这种回 大家懂 而 而不是手脚 不是手脚收回来 而身体没有那个感应 你知道吗 身体没有感应 你有情境 你知道为什么收回来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 你的身体有感应 它就回来了 看不懂 看不懂 所以要抓到那个情 情境境 你打出去也是这样 我跳 打出去也是有情境 所以你不是 不是这个 就是 你要打的对象在哪里 你要打的 实际是什么 实际 你要打的实际是 这个 还是 还是这个 知道吗 你要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打 打到它 它在哪里 看到 所以练拳你要掌握那个情境 我这个 它可能是在这里 它可能是在这里 我们是假设它在这里 所以我假设它在这里 所以我假设它 我打到它是在这里 所以我打它是在这一段 所以我打它是在这一段 这一段 这样不懂 所以练拳 练这种 就算练太极拳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练太极拳也要有情境 这个雨大概下了 一咄 一咄 就不重 多久 以至于